許多人都嚮往的日本 但你可曾知道 日本人對於那小細節的要求 你絕對想不到 日本人種細節 種到讓他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想到有時候 你去看日本的公文上面 你看他們的印章 一般印章是不是都蓋得 正正直直的對不對 日本的透紅印章 他們會蓋斜斜向左傾30度 就像這樣子 為什麼要蓋這樣左傾30度 你注意 有沒有看到 真的左傾30度 對 因為每一個印章 每一個印章都要左傾30度 到最後面最大的 像這個社長 老闆 他一定是蓋正的 然後所有人朝他這邊 就像敬禮鞠躬一樣 但為什麼都要這樣子 左傾30度 這樣到了社長是這樣子 因為社長最大 每一個階層 你要向他鞠躬 鞠躬 到最後老闆 清訂沒問題蓋下去 好 如果說今天 你這最小的擔當 承辦人 不小心蓋了植植的時候 那你完了 真的 蓋植植就完蛋了 因為你沒有禮貌 那你完了 你看這承辦人 你看到沒有 板口他居然蓋植的 對 你沒有禮貌 你不懂規矩 那他怎麼辦 所以在公司黑掉了 所以他就會被他 他在公司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黑掉了 這就是日本他們企業 重文化 重禮節 重到這種程度 沒想到光一個印章 就有這樣的學問存在 對 而且日本人因為生活 其實男生通常都是 結婚之後男生上班 女生就不上班 男主外 女主內 對 他辭教工作 家裡相夫教子 是啊 辭家不容易 他就要隨時注意什麼 哪邊有打折 日本很多打折訊息 會在地鐵帶點有Coupon券 手機會有推播 會有E-mail 他常會有一些廣播說 哪邊有限時限量的搶購 所以這個媽媽看到 大超市 和牛大超 大特價 趕快俠車衝去 為什麼 剩兩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種大特價 頭上是半價以上 他騎什麼車 越野車 他騎著他的淑女車瞬間 淑女車可以這樣子騎後梯 好像就飛起來的感覺 他為什麼 他為了就是要搶超市大特會 好 到了最後 他衝到後面之後發現 怎麼這個媽媽發現 另外一個媽媽也在搶 兩個人開始 兩個後面還有嬰兒車 就這樣子在飆 對 就飆著他們淑女車 整個飛起來 為什麼 就是為了到超市 搶那個和牛大特價 我的假渦車有嬰兒車 我根本不敢這樣騎 對 還會到頭累 他還可以翻轉360度 對 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衝到最後 看到沒有 天然和牛天然雕 大特價搶到了 之後看到 怎麼還有小龍巴特價 馬上衝去找 原來我們答案揭曉 這兩個媽媽其實是 日本的單車特技好手 可是這個衝一搞搞 就是告訴大家說 日本媽媽都這樣在過日子的 日本媽媽過著這樣的日子 另外他們就是 他們的大特會 大家都是在搶的 我遠處日本也是 等到8點鐘 大特會的時候 趕快拿沒有 我等待到櫃台旁邊 等到時間到 換牌子的時候趕快拿 所以說這日本人的生活 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媽媽過得很辛苦 尤其什麼 尤其生小孩之後 生了小孩之後 要準備小孩子上學 這個媽媽母子 這個母子兩個非常厲害 換衣服 刷牙 洗臉 他幫她做早餐 做午餐 做便當 不會吧 真的這樣在過日子 5分鐘之內 要搞定所有小孩子的 一切要上學 現在再幫她做那個 像章魚燒 雞蛋章魚燒 他幫她做早餐 早餐做什麼 做那個吐司三明治河 他壓好之後 他的兒子已經摔下去 他同步不只在做早餐 還在幫小孩穿衣服 穿衣服就算了 同步在做午餐 等到小孩子早餐做完之後 他午餐也做好了 然後他們兩個 母子兩個人合力 做午餐的便當飯糰 他現在幫他準備 要去上課的衣服 他這衣服折得非常厲害 折完之後 馬上收好之後 開始幫他做午餐 午餐的飯糰 弄好之後小孩子旁邊 邊穿衣服 邊咬 咬什麼 咬飯糰 咬飯糰 對 飯糰咬好之後 便當也做好了之後 打包好 要換衣服 穿上衣服用錢滾翻 把衣服換好 慢慢錢滾翻之後 衣服也換好 在後骨翻回來之後 小孩子把裙子拉下來 換好了衣服 穿好的書包上學去 這樣的動作 我相信應該要花一個小時時間吧 5分鐘之內 做完所有動作上學去 5分鐘完成 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這對母子的配合度 真的是讓他覺得 折折生氣 讓他知道 日本的媽媽在家裡面工作 都是爸爸在外面工作 上班 常常爸爸會說好累 都是我來賺錢 其實根據日本的銀行 人力銀行統計過 家庭主婦在日本加這付 他一年 他的年收入應該是470萬日幣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家裡面在幹什麼 好 這個 因為他們要很省錢 所以說有一個藤井小姐 她是就是日本媽媽省電小姐 為什麼 怎麼說 他有2012年9月1日到現在 他家裡面的電 一度都沒有動 4年零電費 他難怪只能點蠟燭 他怎麼點蠟燭 他家裡還有電腦 還可以上網 還可以洗衣服 他自製冰箱 他用這種就是天然的原理 旁邊澆上水之後 讓熱能從水蒸氣蒸掉 然後裡面可以到4度 可以用來冰牛奶 然後另外他還可以用什麼 太陽人煮咖哩 太陽人煮咖哩就算了 他還可以什麼 用太陽人板 然後去驅動 他可以上網 他還可以用腳踏車踩了之後 可以洗衣服 因為 你這樣子都可以發電了 洗衣服 用腳踏車踩 踩洗衣服 所以因為他發現 就是311地震之後 他覺得電的很重要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大家 省電的絕招 沒想到省電達人 可以到達這種地步 看看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好像真有點浪費